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2年3月3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称子 首先带您关注近日头条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给武警上海市总队执行第四支队石中队全体官兵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近日中队官兵给习近平写信 汇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情况 表达了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 忠诚履行使命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 中队官兵发扬南京路上好芭脸光荣传统 坚持学党史驻忠诚 连续20多年在党的一大会制义务讲解党的历史 传播党的理论收到了良好效果 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习近平强调 希望中队官兵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 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武警上海市总队直勤第四支队石中队 1952年由抗美援朝归国骨干抽组而成 1982年接替南京路上好芭脸勤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焦点转到俄乌冲突目前还在持续 继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遭到了俄军猛烈炮击之后 首都基辅在二号晚间也传出巨大的爆炸声 联合国大会在二号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表决通过了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草案 决议获得141票赞成 5票反对35票弃权 俄罗斯白俄罗斯等投下了反对票 而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投下弃权票 中方表示这一份决议没有充分磋商 也没有凸显推动政治解决的紧迫性 因此中方投出弃权票 而俄乌第二轮谈判三号将会在别罗维日森林举行 俄方表示议题包括了停火 以及设立人道主义走廊问题 二号晚间 俄乌谈判前夕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中央火车站附近 传出巨大爆炸声 有消息指当地供暖设施受到破坏 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当天也受到俄军猛烈炮击 乌方表示 俄军导致的攻击范围涵盖了市中心的居民区 和地方行政大楼 内部事务局大楼部分楼顶炸毁 窗户全部炸碎 瓦砾不断从楼顶掉落下来 消防员在瓦砾中搜救生还者 距离首都基辅约22公里的伊尔平 也有住宅受到攻击 损毁严重 乌方指责俄军攻击医院 学校和居民等民用设施 估计造成全国各地有超过2000名平民死亡 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 已瘫痪乌克兰1500多处军事设施 并首次公布俄军伤亡数字 称行动以来 俄军有约500名士兵阵亡 约1600名士兵受伤 而乌军死亡人数超过2800人 不过乌方就称 俄军有超过7000名士兵被杀 数百人被俘 俄乌新一轮谈判 原定当地2号晚 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 别落维日森林举行 俄方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表示 乌方预料在3号早上才抵达会场 俄军正为他们提供安全通道 梅金斯基又说 今次会谈地点是俄乌一致决定 会谈议题包括停火 以及设立人道主义走廊问题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俄方仍然致力于乌克兰的非军事化 又认为应该制定一份 永远不能够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清单 拉夫罗夫强调 俄方承认乌克兰人民 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也接纳泽连斯基为合法总统 另外 乌克兰驻莫斯科大使馆 以及驻圣彼得堡的总领馆 在2号已经关闭 所有乌方外交人员将离开俄罗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也来通过香港电台网页 来了解一下俄乌目前双方的一个伤亡数字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已经有一个星期 而俄军加强对多个城市的攻势 声称已经夺取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的控制权 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呢 也是继续遭到猛烈的轰炸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防部首次公布了俄军的伤亡数字 表示有498名士兵死亡 另外有1597人受伤 同时呢也透露出 至今俄军杀死了2870名乌克兰士兵 大约有3700人受伤 而乌克兰方面呢 在早前也曾表示说 军方击毙了5840名俄罗斯军方人员 紧急部门说 俄军至今杀害了超过2000名乌克兰平民 损坏了数百处的设施 包括医院 学校 还有民居 乌东民兵东方旅的副旅长契科夫 在二号在顿巴斯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他表示目前俄军在乌东战场继续推进 从目前的战局来看 俄军南北两大军 形成了一个前行的攻势 即将合为乌军主力防御的东部顿巴斯地区 而如果进展顺利 包围圈内的10万乌军部队 将很可能面临被围歼的命运 我们现在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马里乌布尔 记者的身后呢 这就是马里乌布尔入城的进口 可以看到空无一人 这两天呢 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乌克兰政府军与东部的民兵 以及在俄罗斯火力资源下的民兵的 干死队呢 对这个城市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东乌民兵的主力 东方旅副旅长安德烈切可夫上校表示 马里乌布尔的战役已经全面打响 俄军与民兵在星期三开通了两条的绿色通道 供平民进行通过 通道在当天的中午12点关闭 战斗目前正在进行制作 在城内驻守的有乌军的纳粹亚素营 还有一个野战旅在此地修公寺修了八年 战斗进行的十分的惨烈 目前城内已经全部停水停电和热水的供应 电讯信号已经屏蔽三天 战斗一直是不错的 这人的喜悦都不允许 我们在专家人都不兴许 现在在区域的军事发生了战斗 因为我们这些都已经经历了 你们都很理解 这些惨烈 他们八年把我们砍弃了 在这些军事发生了十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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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巴斯民兵组织的总司令 普希林也表示 俄军南路大军从克里米亚出发后 目前已经抵达了乌冬的重镇 扎布罗热 控制了承担乌克兰五分之一 电力供应的扎布罗热的核电厂 而北线的俄军一部 也正在工业重镇哈尔科夫取得明显的战果 按照最新的战场的太师图 俄军近距离已经完成了 敦巴斯河为目标 据介绍 乌军目前在敦巴斯集结了 近十个旅的野战部队 大部分都是经过 北约训练的武装的主力部队 这支部队的存在 对乌克兰的固守意义非同一般 东乌的民兵新闻发言人也表示 自战事开始以后 俄军和民兵打击乌军的重要的节点 总体上俄军已经达到了解除乌军武装的目的 乌军的重要的军事指挥系统 弹药库 防空雷达战和防空导弹阵地 以及军事装备的集结地和其他的军事设施 乌军的军用和民用的两用机场 乌军的港口和道路基础设施 都受到了毁灭线的杂击 俄军和东乌民兵还占领并控制了乌克兰重要的战略要冲 并封锁和控制了乌克兰对外联系的一切通道 并攻击和干扰了乌克兰的网络系统 如果俄军完成对东部乌军主力部队的围歼 那么这场战争将不再有任何的悬念 俄乌战情持续 周边欧洲多国都开门迎接乌克兰难民 雷克国难民署通报 俄军行动展开至今 已经有数十万人逃离乌克兰 而且难民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 雷克国还预计 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多达500万的乌克兰人出逃 将会引发欧洲7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 而本台记者在乌克兰西南部的口岸 见到不少难民出逃的情景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2022年3月2日的上午12点15分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位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西南部交界的一个边境口岸 那么对面呢 就是乌克兰的西南部城市 莫伊利夫波多利斯基的口岸 那么我们刚才呢 是从对面的口岸走到这边来 那么对面的情况 现在是有大批的车辆在等待过关 那么过关的人呢 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过关秩序 竟然并没有出现慌乱和拥挤的情况 那么两个关口之间呢 是横跨了一条河流 可以看到摩尔多瓦这边呢 现在为过关的难民呢 提供了一些简单的安置点 包括提供一些热的饮品 比如说有咖啡 有这个三文治 还有一些苹果等水果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两辆的中国撤桥的一个大巴 也从我们身边经过 根据联合国这个大民署公告指出呢 已经有超过66万这个乌克兰人 离开自己的国家 而且很多国家正在抓紧最后的时机 撤离本国在当地的公民 以上就是风卫卫视特派记者金亮临平 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大批乌克兰人为了逃避战火 继续涌入波兰等邻国 部分人在逃难过程当中是身心受创 出现了低温症或者抑郁的症状 而各地边境地区都有民众 向难民提供支援 流离失所的乌克兰难民 进入波兰边境地区梅迪卡 经历千辛万苦逃离战火 千言万语 都不及与家人团聚时的一个拥抱 难民大部分是妇孺 很多妇女独立带着年幼子女逃难 丈夫留在乌克兰保卫家园 在梅迪卡的一个难民营 接收了大量经乌克兰西部 利沃夫逃难到来的难民 有许多志愿者就特地前来 向他们伸出援手 许多难民刚到布时 出现严重低温的症状 有护理员表示 这些难民现在至少能够避寒 有安身之所 但不少难民仍处于抑鬱的状态 也有人出现腹痛等不适症状 有来自华沙市郊的志愿者 驾驶快餐车 来向难民提供热腾腾的香肠等食物 也有两名来自基辅的乌克兰病童 分别患上癫症和脑瘫 辗转抵达波兰边境 终于获得捷克的救助员协助 送上救护车救治 摩尔多瓦南部边境地区帕兰卡 成千上万的乌克兰难民陆续抵达 这里向难民提供食物和饮料 有母亲表示 儿子正在发烧 虽然感到无助 但认为选择逃离乌克兰 保护家人决定正确 大批乌克兰留学生逃到罗马尼亚 栖身在首都附近的一个婚礼场地 连日来长途跋涉 饱受折磨 有学生感激当地政府安排周到 我们只是忘了 我们在这里逃避到国家 我们感觉我们在罗马尼亚 我们其实并不想离这地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大会在2号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表决通过了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草案 中方表示这份决议没有充分磋商 也没有凸显推动政治解决的紧迫性 因此投出弃权票 2日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 就一份乌克兰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 决议共获得141票赞成 5票反对35票弃权获得通过 俄罗斯白俄罗斯 叙利亚朝鲜 厄里特里亚投出了反对票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伊朗 伊拉克古巴等投出了弃权票 这份决议谴责了俄罗斯于2月24日 宣布实施特别军事行动 并对平民伤亡的相关报告表示严重关切 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的撤军 也对白俄罗斯发动武力的行为表示遗憾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聂边甲表示 这份决议将无助于停止敌对活动 相反 他鼓励乌克兰的极端分子 不惜一切代价将平民作为认知 这份决定议会 这个份文章不会 Not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投票当天 身着与乌克兰国旗同色的蓝红服饰 并表示美国要求俄罗斯立即停火 并呼吁白俄罗斯停止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这份决议草案没有进行充分的磋商 也没有突出推动政治解决的紧迫性 与中方一贯坚持的立场主张不符 因此中方投出了弃权票 中方也再度呼吁国际社会为当事方直接对话谈判 创造有力的氛围和条件 本次紧急特别联大表决的这项局义草案 事先没有在全体会员国范围内进行充分协商 没有全面考虑当前危机背后的历史经纬和复杂矛盾 没有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重要性 也没有突出推动政治解决 加大外交努力的紧迫性 这些都与中方一贯坚持的立场主张不符 我们不得不对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美国国会议员已经提交了一份草案 呼吁拜登政府采取一切的行动 能够将俄罗斯剔除出安理会的五个常人理事国 这份草案也呼吁联合国的能够修改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 取消俄罗斯的五常席位 但是任何有关于联合国宪章的修正案 都必须获得安理会五个常人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凤凰卫视陈银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导 好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中国国务委员见外长王毅 二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通电话 阿卜杜拉西洋表示一方致力推进 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应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 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 王毅表示 中方愿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将适时主办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为阿富汗实现长治久安 发挥积极作用 阿卜杜拉西洋就通报 伊朗核问题谈判最新进展 表示各方已经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一致 一方赞赏中方 发挥建设性作用 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协调 共同推动谈判取得成果 王毅表示 伊核谈判已经到了最后关口 各方应该寻求合理解决方案 推动谈判圆满收官 中方将继续主持公道 坚定推进伊核问题 政治外交解决进程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意见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号晚间就俄乌局势发表电视讲话 表示法国将会于10号召开欧盟首脑峰会商讨欧洲防务紧迫局势 并且向乌克兰表达支持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 向乌克兰人民以及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致以敬意 他强调说 不论是法国、乌克兰、欧盟还是北约 都不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的发生 也不希望与俄罗斯为敌 法国与拒绝战争的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在一起 因此法国选择继续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对话 尽一切努力使战争尽快停止 主任是这样 主任是因此的資格 主任我会继续继续继续与克兰总统 吏之召 groß 主任此之下 主任是因为联系 等于我必较良好多 必大多 主任为作为老总统 不想让以无法断继续扭 予为了解惨 法国争尔克兰 这个国家的坏家 敌制及 和发生的脱戏 在谈到难民接收问题时 马克龙承诺 法国会履行义务 提供相应的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他表示 法国的经济将受到影响 石油 天然气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将对民众购买力产生影响 最后他表示 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法国将于3月10日和11日 在福尔赛举行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就俄乌战事以及欧洲防务的紧迫形势做商讨 防卫是李莫威莫也 法国巴黎报道 在俄乌冲突持续之下 美国不断地加大对俄和白俄的制裁 除了国防相关机构 拜登政府也宣布不排除在未来 对俄罗斯能源领域进行制裁 但是同时他也表示 与俄罗斯的对话大门依然敞开 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陈立南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立南你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陈思早 各位早 美国政府2号宣布 制裁22加俄罗斯的国防相关机构 并且不排除在未来制裁俄方的能源领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目前没有调整核态势的理由 美俄之间的对话大门仍然敞开 布林肯即将在3号访问欧洲 协调与盟友的对俄政策 对于俄罗斯近期宣布 升级核威慑力量并转入高度戒备状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号在华盛顿表示 关于核武器的挑衅言论不负责任且危险 并且增加了误判风险 但目前美国没有理由调整自身的核态势 布林肯还宣布美国家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新一轮制裁将针对22家俄罗斯国防相关实体 包括了战斗机 步兵战车 导弹 飞行器 电子战系统的制造商 此外 美国还对白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 限制白俄罗斯对俄出口关键技术 而当天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将会继续考虑所有的制裁选项 包括对俄罗斯的能源领域进行制裁 布林肯表示美俄外交对话的大门仍然未关闭 只要俄罗斯愿意撤军 缓和紧张局势 美国随时准备好重返谈判桌 与此同时 美国与盟友的磋商也在持续 布林肯将于3日启程 访问比利时 波兰 摩尔多瓦 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爱沙尼亚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情咨文中呼吁两党民和分歧 合作推进多项政策 个别议题也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但大体上共和党人仍然对演讲表失望 指责拜登重新包装宣传他的政纲 总统拜登在他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中 比去年他上任三个多月后发表的联系演说相比 采用了略微温和的口气 不再宣称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两院将实现他的政纲 而是拆分他的大型内政方案 逐向谈论当中的政策 来寻求国会及民众支持 在俄乌议题上 拜登表明美国跟西方盟友加强对俄制裁 增加对污援助 又宣布美国领空禁止俄罗斯航班通行等 均得到两党各派别议员普遍支持 一些共和党人敦促当局进一步提高制裁强度 打击俄国能源产业等 拜登演讲中提到的部分议题 例如明确反对削减警方预算 强化美墨边境安保等 也博得共和党人 甚至是保守派议员起身故障 不少共和党人随后也向媒体表达谨慎乐观态度 不过拜登有关警务改革的论述 引起激进派民主党人的不满 此外在经济方面 共和党人仍然不认同拜登所提出的解决通胀的方式 凤凰卫视陈令南王天逸华生的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美国媒体都关注了哪些焦点新闻 据美联社报道 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2号宣布 总统拜登的最高法院人选杰克逊的提名听证会 将在本月21号开始 这样是为了确保全院能够在下个月表决提名 目前参议院仅需简单多数票就可以通过高院提名 如果杰克逊的提名获得通过 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名非裔女性大法官 按照惯例 听众会将持续4天 委员会将听取杰克逊的表述 并跟他进行问答 两党多名参议员也在周三当天跟杰克逊会面 民主党人有望加快提名程序 同时争取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我们再来看看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科技巨头谷歌在周三向旧金山湾区 及美国其他办公点的员工宣布 公司计划从4月4号起恢复实体办公 要求员工们准备每周三天到办公室工作 将结束为期两年由员工自愿远程办公的制度 公司高层表示防疫及治疗手段的发展 新增病例的下滑 以及公司采取的防疫措施 都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始转换到混合办公模式 并透露公司将在这个月协助员工进行适应 皮邮研究中心上个月发表的民调显示 近六成能够选择远程上班的民众 仍然倾向于居家办公 以上就是美国媒体今天关注的焦点 现在先把时间交换给你成字 好的 感谢丽南从华盛顿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下一节回来带您关注香港疫情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一起来关注香港疫情消息 截至2号零点 香港新增了55353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连日屡创待日新高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确诊数字在预期之内 而预计快速测试阳性承报平台开通之后 数字还会再进一步上升 截至2日凌晨零点 香港新增55353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再创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 确诊个案中包括27宗输入个案 其余都是本地病例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确诊数字在预期之内 而快速测试阳性承报平台将于本周开通 预计网络平台推出后 数字会再进一步上升 过去一段时间 基本上每隔两至三天 那个确诊个案数字就会倍增了 我们前两天大概是 每一天有三万多宗个案 今天去到五万多宗 都是预期之内 还有趋势都是继续向上 接下来我们都知道 越来越多市民 会透过快速检测 诊断自己是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 我们都预计当我们的平台 是棉势之后 当市民补回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预计可能会看得到 确诊个案的数字会再进一步上升 第五波疫情至今 院设屡屡爆发疫情 过去24小时再多55间 安老或残疾人士院设出现确诊个案 涉及488名院友及228名职员 累积已有超过670间院设出现疫情 涉及约3650名院友 以及约1150名员工 当局表示 未来接连落成的社区隔离治疗设施 会首先安排自理能力较低的确诊患者入住 未来也将继续完善各项配套 加快社区隔离治疗设施的周转率 现时无论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 和北大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我们现时都已经处理一些 比较需要治理能力较低的老人家 另外来说 也有一些小朋友以家庭形式 都会在那里接受治疗 另外就是竹高湾那里 其实当时由于入住的市民比较多 初期的配套是未是很完善 所以导致支援上是未曾是做得很妥善 其实我们都和不同的部门 一起都努力改善运作的了 强化电话服务和登记系统 那都是希望病人见谅 过去24小时 再有117名的确诊患者离世 年龄介乎48至100岁 其中95人没有接种疫苗 在数据之后方面再多43人离世 而星期二的离世人数 香港医管局则更改数字为116名 另外医管局累计至今 有4322名员工确诊 约600名员工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富宏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 香港在这个月之内将会启动 全民强制检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表示 相信会有大幅减少人流的措施 但是保证会照顾到市民日常生活 和金融市场的运作需要 另外林郑月娥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无法将全民检测当中找到的确诊患者 全部都送去隔离设施 而抗议要讲现实 但是也会平衡公共卫生要求 全民强制检测即将在3月启动 是否要禁足不能外出 是否要预先储备食物等等 近日引发不少香港市民的讨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现在有能力在一段短时间内 推行多次全民检测 即使会限制市民外出活动 也会照顾市民日常需要 例如看病买药 抗议人员外出以及经济的需要 呼吁市民不必忧虑 我们一定会照顾到 或者让市民可以自己照顾到 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 同样地又有些人在传闻说 金融市场会不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昨天也很郑重澄清了 在这些工作里面 我们一定会照顾到香港特殊的情况 包括我们作为金融中心 需要时刻和全球市场联系 林郑月娥表示 首个中央远港兴建的 轻衣方舱医院 已经开始接收确诊患者 预计第二个启用的项目 将会是设在前新田购物层用地的 社区隔离设施 不过她说无法估计在全民检测中 会找到多少宗确诊个案 但肯定的是 即使中央远港设施全部落成 也不够用 事实摆在眼前 自从第五波发生以来 已经有20几万的确诊个案 我们是无可能 无可能将这个量的确诊人士 都安排去到社区的隔离设施 今天没有 第二天经过这么多力量 都不会是完全有的 因为量实在太大 刚刚你透露过 大家没有期望可以送去检疫中心 隔离中心 但是一些轻静的年轻的 他们在家里都可以传给家人 会不会令到这次的疫情 抹缘不了呢 抗疫都要讲现实 我不能够追求一个 不能够在现实发生的情景 面对数以万计 每一天的个案 是无可能将所有的人 都是在他家居那里移走 放去一些隔离的设施 所以在应对的时候 就是要不断可以调教 这些政策的措施 在调教过程 我们一定会问卫生的专家 取得那个平衡味 会不会说你调教到 完全是不符合抗疫 或者公共卫生 那样就不行了 林郑月娥表示 会确保全民检测 不会出现早前市民 在检测站大排长龙的情况 又呼吁市民 不要相信网上传闻和谣言 保持警觉 以平静的心态应对疫情 凤凰卫视 显至香港报道 内地公港物资跨境铁路开通 经过大约30分钟的车程 首班列车在2号上午抵达了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到场迎接 并且形容这是支持香港抗疫的爱心线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爱 在第五波疫情下 首班跨境铁路货运列车 2号早上11点半以后 抵达香港港铁管理的罗湖货场 广铁广断东风列车 减速慢行后停在路轨上 总共有9节车厢 每节有两个货柜箱 首班列车运载的是防疫抗疫物资 吊车随即吊起其中一个货柜 放在货车上面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运输及防务局局长陈帆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等等 在现场观看 香港海关人员用大约一分钟 完成快速清关手续 货车随即或放行 立即开网货舱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内地曾经为香港开通三趟快车 运送货物 类似的情景在第五波疫情下重现 虽然载货量不及水运 但相信能进一步保障公港物资稳定 参与统筹这次列车开通和负责货物抵港后运输工作的物流公司表示 远港列车从讨讨论到开通只用了六天时间 创造了新的速度 现在是一个班列大概18个标准箱 进装箱 那么今后顺利以后可以达到每天四班 我们下部会把它防御物资一旦完成这个阶段防御物资运输以后 我觉得是可以把它转成香港民生物资的这些通道 香港疫情严重 有大约三成的跨境货车司机因为确诊而无法工作 有香港的运输业界就希望像这种铁路运输的方式 除了用来运送防御物资以外 也可以用来运送蔬菜食品和生活用品等等 凤凰卫视闲置香港报道 在疫情影响之下 香港出现了抢购潮 而内地也在不断加大冰鲜肉的供应 在一号公港冰鲜冷冻猪肉达到了114吨 为了缓解香港生猪屠宰房关闭 带来的鲜肉供应压力 内地也抽调了38名屠宰生产线的专家 二号赴港支援 38名具有专业资质的屠宰生产线专家 从深圳 杭州 上海 南宁 西林郭勒蒙等地 抽调而来 平均从业超过6年 从2月27号开始 38名专家就在深圳集结 进行岗位培训 我们27号到深圳 全部到了深圳 这三天很紧张 在培训 包括在EHS 就是安全 这方面包括防御 保供 包括这些上市图房的 香港上市图房的公益流程 我都在这三天比较紧张 在今天下午开始进入香港 领队周国明表示 虽然心中对香港疫情形势充满担忧 但有信心 香港在中央援助下一定能击退疫情 他说 这38名专家都是主动请因 他们初步计划 会在香港支援两个月的时间 说实在话 我们出发的时候 家人也是有担心 但是毕竟是这是好事情 这是善事情 虽然是逆行 家人能够 可能会为我们担心 当然我们家里老人可能也没说 但是 作为家族的主要的家属 还是 内心珍珠肯定是有点担心的 但是最终还是支持我们的 对吧 人呢 每个人我认为内心珍珠 从一个向善的心 那么截止到目前上水的屠房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活猪 活牛的宰杀以及拍卖呢 还需要香港使唤署的进一步通知 那么届时 这些远港的专家 就会立刻投入屠宰工作 保证上水屠房稳步的运行 凤凰卫视高月家 吴志成 郑宇丹 深圳报道 我们也来看看香港新岛日报的消息 香港第五波疫情 仍然没有达到顶峰 而香港公立医院的隔离病床 已经爆满 隔离设施呢 也没有办法应付需求 所以有大批的患者都滞留在社区 无奈只能居家隔离 位于香港轻医的首个 内地原件方舱医院 已经落成启用 将提供3900个隔离床位 主要呢 是用于接收 没有病征 或者是病征较轻的患者 而昨天首批39名患者 已经入住到轻医了 而目前第二个 位于香港新田购物城 用地改建的方舱医院 也马上就要落成了 启用再起 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 就说即使隔离床位 逐渐的增加 八个陆续落成的隔离设施呢 大约会有七万个隔离床位 但是仍然不足以接收 全民检测 所找到的所有阳性病例 所以到时呢 当局将会考虑 确诊人士的背景 还有居家状况等因素 做分流处理 另外一方面 再来关注到 同样是新岛日报的消息 目前香港的确诊人数 屡创新高 社会各界呢 也都在共同努力 希望贡献力量 帮助香港市民渡过难关 其中啊 清洁工和保安人员 也是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很大的作用 被媒体称作是 抗疫战当中的 无名英雄 比如在医院的清洁工 他们每天都要处理 数量惊人的医疗废物 还有病人的排泄物 可以说是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有人每天甚至加班七个小时 而且天天都是提心吊胆 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前线的保安人员 同样是冒着感染的风险 为确诊住户 送物资 甚至是清理垃圾 但是呢 有时他们还会遭遇到阻拦 甚至是遭到袭击 所以这样一群无名英雄呢 在为大家做着贡献的同时 也希望香港市民 能够多些配合 不要再摘掉口罩 聚集聊天 为了自己 为了他人 多一些自律 也努力让香港 能够早日恢复 往日的繁荣 好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焦点 来关注一下两会的消息 全国两会开幕在即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新闻发布会 将于今天下午举行 大会新闻发言人 将会向中外媒体介绍 这一次大会的有关情况 那更多消息呢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本台驻北京记者 霍伟伟来了解一下 霍伟你好 可否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新闻发布会 会有哪些关注焦点呢 早安成子 各位观众们早上好 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是再次开启 首先登场的将会是 全国政协十三届 五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 将会在今天下午的 三点正式举行 大会的新闻发言人 郭卫明将向中外媒体记者 介绍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记者没关注的议题 确实是很多的 除了政协的各项工作安排之外 社会热点也是不会少 包括下一步 中国的疫情防控策略 该是怎样的 政协委员们 很多都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 大家也想了解 他们在过去一年 有怎样的思考和研究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政协委员们 有怎样的戒严县策呢 媒体都是高度关注的 这些都是一些热点的议题 我们也知道 当前的香港疫情是比较严峻的 包括原定三月进行的 行政长官选举 也已经延后政协委员们 尤其是港区的政协委员们 对于香港的抗议 有怎样的建言 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焦点议题 疫情仍然是在持续 这次发布会 还是沿用去年的模式 发言人士在 人民大会堂的发布厅来答问 而记者们就要在 媒体亚新闻中心 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提问 记者们进入新闻中心之前 是要提前进行 核酸检测的闭环管理 我们的记者胡林 是已经在闭环之内了 做好准备 要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会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开幕式 要等到四号举行 根据政协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常委会 二十次会议通过的相关的决定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 主要议程包括 听取和审议 政协全国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以来的 提案工作情况的 相关报告 并且还会列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有关的报告 这次会议的会期 具体是几天 要等到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 将会正式的揭晓 我们前方的报道团队 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 也请关注各节的新闻节目 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同次 好的 感谢维维 从北京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另外 今天台湾方面 也有哪些新闻焦点 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张绍兵 来介绍一下 绍兵早安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陈子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上好 台湾方面的消息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 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受邀赴台访问 2号晚间抵达了桃园机场 有民众到场表达抗议 邀请蓬佩奥赴台的民间基金会 他们也收到了恐吓信 要威胁蓬佩奥的性命 警方已经展开了调查 台湾内部分析认为 美国两党正在为其中选举布局较劲 台湾却成为了两党相争的战场 来看我们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受台湾的民间基金会邀请 赴台访问 预计停留4天 专机2号晚间抵达桃园机场 有民众不满美国人士频频访台 趋意操弄两岸关系 在机场拉布条抗议 有民众甚至记恐吓性 扬言要威胁蓬佩奥的性命 警方获报展开调查 评论点出美国人士接连来台 虽然宣称是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但背后原因其实是美国内部政党奖励 民主共和两党的竞争 却将台湾牵连进去 希望美国两个政党之间 不要把台湾当成自己国内政党 政治竞争的延伸 把台湾当成他们作秀的舞台 这对台湾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而意图引起两岸的纷争 意图让大陆来引起战争 来削弱大陆的实力 牺牲台湾人的性命 来达到美国的霸权 这些都不是台湾人所乐见 评论倒破美国政客的盘算 为的还是自身的政治利益 蔡政府表面看似两边陶好 实际上却是让台湾沦为美国政党较劲的战场 台美友好关系只是假象 凤凰卫视彭世廷 陈建达台北报道 今天的报纸焦点首先就要先带您看到 台湾将在下周一松绑边境 不只是开放商务客赴台 也缩短了简易天数 被视为是观光复苏的第一步 旅游业者更进一步争取 希望可以依循三五七松绑 也就是三月开放商务 五月开放入境旅游 七月开放台湾民众赴海外旅游 甚至应该要及早推出 让接种过三剂疫苗的入境人士 可以免去隔离措施 接着报纸焦点要继续带您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跨党派的资深特使团访台 国民党方面积极争取会面 当主席朱立伦昨天傍晚 在党内国际部幕僚的陪同之下 与特使团会面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 台美关系以及军事议题交换意见 至于国民党日前赴美国设代表处 外界就关注朱立伦何时会前往街牌 他表示这次和很多老朋友见面 以后会在华府相见 接着今天的采访重点就要带您关注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接受台湾民间的邀请来台访问 预计会待上四天 今天的行程主要是和台湾的政要会面 明天则是出席民间基金会举办的活动 预计会发表20分钟的专题演讲 台北站都会为您掌握相关的消息 先把时间交还给陈子 好的 感谢邵斌 我们从台湾带来的最新介绍 下一节回来等您关注财经消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美国股市在周三的五盘走高 道指上涨接近600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政策当中 倾向于支持在本月加息25个基点 较部分投资者预期的温和提振了大盘 金融和银行股领涨 而原油期货价格也是大幅攀升 也推升了能源类股 我们聚起来看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爆33891点 涨596点 涨幅是1.79% 纳斯达克指数收爆13752点 涨219点 涨幅是1.62% 标普白指数收爆4386点 涨80点 涨幅是1.86% 详情我们来看 驻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周三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英国三大指出早是开盘时 就是跳高开出 随后呈现小幅反复 但是收盘时 都是明显上升作手 并且一级收复了本周以来 连跌两天的下跌幅度 投资人认为 目前额固局势的利空因素 已经有出景的迹象 所以投资人的关注焦点 开始转移到 联邦储备纪主席星期三 在国会的听证答辩 目前通胀 仍然是主要的关注焦点 联储处报道表示 通胀的上升的持久性 现在仍然有高距不下的趋势 联储政策会努力控制这个局面 但是何时生效 现在还有待观察 市场就解读为 联储主席的三月份的会议上 可能还会坚持提息的政策倾向 目前在行业类股方面 大型百货公司Nordstrom 因为盈利超好 当天升幅超过30% 而国防工业股 在星期三呈现小幅的获利回吐 但是高盛公司表示 长期仍然具有优势 标普500指售是一大行业股 全面都是呈现上升 而且其中银行类股 升幅最好 科技股以及能源股 分别升幅也都是超过2% 另外是道指当中 升幅最好的要算是 卡特比勒公司 超过5%为5.36% 时间长的收益率 在星期三的时候达到1.906% 油价也继续呈现大幅上升 收盘时上升7.71% 是111.39美元一桶作收 而黄金价格则是略微小幅小幅 下降0.77% 收盘时是1,928.90美元一盎司作收 以上是星期三情况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 曾经表示已经抵达位于白俄的 布列斯特州谈判地点 俄乌共同决定在别洛维日森林 举行会谈 不过呢 乌克兰人民公普党议会党团主席 阿拉哈米亚在2号又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之间的谈判 不会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别洛维日森林 举行 谈判地点是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稍后将会公布所有的细节 我们也会带您持续关注 好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